李荣浩老师 现在到了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了 反应请把你的手给我 不 我不要你的话筒 我要你的手 对 我要你们二位的手 请问导师李荣浩先生 贵战队冠军学员的殊荣 他是 我能再说两句话吗 当然 首先我要说就这两位 我非常荣幸地认识 两位年轻的音乐人 因为其实从我这一季 我第一次来嘛 我其实要玩的这个东西 我们前面都一直说 那些不改变什么的那些东西 如果没有一个 跟我特别有默契的 而且特别 我欣赏的 我喜欢的 或者是彼此欣赏的 就很难把这些歌唱出来 就会变得感觉 那去卡拉OK唱一下就好了 对 谢谢他们没有把这些歌 唱成这个卡拉OK的感觉 也谢谢整个李荣浩战队 请接受大家对他们的掌声 其实我 我不是拖延时间 我就是有一点难说出口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我自己还坐在休息室 我还在想我到底要 喂写 但说实话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点 二位所有的作品 我觉得丢到市面上去 一定都不是那种 石沉大海的作品 一定是会被人发现的 我觉得这一块 就是我今天给你们选择这首歌的目的 就是没得比都是一样的 但是 硬要代表我们战队去做一个 PK的话 就是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比较可以冲在前面的 可能是 老星他没有输过到现在 而且确实他很 独一无二 而且很优秀 就没有觉得自己能留下来 我们现在 是 同时代表我们学校出战的 无论结果是什么样 都会开心 比较可以冲在前面的 可能是 恭喜 邢寒铭 祝贺 邢寒铭 恭喜邢寒铭 成为了2019年号军 李荣浩战队冠军学员 那这样的话你反映到这里 你就全部都结束了 所以这一刻 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就是 就很感谢这个暑假 对 还要感谢李荣浩老师 对 就是您为我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起 我这个暑假就变得很不一样 对 然后邢寒铭在我们战队 他是我们的团宠 对 大家都很宠他 然后现在就你一个人了 你一定要就是 对 所以我很谢谢这个舞台 现在在台上的这一刻 就是李荣浩老师和他的冠军学员 邢寒铭 这一刻 是我在这一季里面 最后一次邀请你发表 您的战队宣言 在总决赛之前 有什么要跟三位老师说吗 这个 谢谢三位这个哥哥姐姐 对我这个夏天的照顾 接下来我会让邢寒铭 好好的练习 然后我会好好的帮他选歌 然后不辜负两位八年以来 把我们好心做得那么好看 包括丽红哥这一次 把好心做得那么好看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点吧 韩铭就像我一开始跟他说的一样 不管有没有人接受你 对 反正在我心里 我早就已经接受他了 其实好好唱吧 好吧 加油 韩铭 你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这一课作为冠军学员 我会努力的 好 谢谢金铭铭 谢谢